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是最后一集的井仔怎么看, 只是出一集, 然后我就出去和朋友玩 今天就继续去讲一下河马, 昨日河马就算是他自称的生日也好 他仍然斩开三段, 马拉松式地搞直播 也有很多关于钱的话题, 基本上都说明了, 我好爱我老公的钱的 还有在昨日的直播, 他那条珍珠几年断了, 在生日的时候搞这些事情相当不努力 另外河马也说自己是菩萨在世, 但又口出恶言去骂粉丝 稍后就和大家看看河马, 其实我是觉得香港的女权组织那些虎团 应该是要出联合声明去谴责河马的 因为河马他特别是作译的说话, 他完完全全是男权主义者的涌等 甚至乎是说他是呼吁各位女性都要和他一样成为一个男权主义者的涌等 对于这些漠视女权的人, 应该要好好去谴责他 还有其他垃垃杂杂的东西, 跟大家一次过去看看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离的钟仔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说他断颈链这件事, 相当不努力 不过另外也会有一种说法就是 原本应该有些坏事发生在河马身上 但是因为颈链断了, 所以就叫做帮他挡了杀 我自己也有点个人经历, 我两个星期之前 我做事的地方, 盏灯爆了, 真的很大声一声爆了 还要跳上Fuse 所以为什么呢? 在两个星期前左右, 大家经常见到我 都不是常常能在新浦江那里录音 因为就发生了这件事 我当时自己也在想, 是不是有些很大件事发生呢? 还是是说, 盏灯爆了, 还要爆得跳上Fuse 很大声帮我挡了很多坏事呢? 不过这样说, 就算你不管风水玄学也好 河马做了这么多坏事 就算你说链真的帮他挡了一点也好 都挡不了这么多 有时候, 报应这些事, 其实你也要去想一下 究竟自己有没有经常说谎 自己有没有心存恶念 自己有没有做坏事呢? 如果自己走得正, 站得正, 我没有周围得罪人 我没有周围利用人的话 你也不需要担心被人搞 但是, 好像河马那样 整天又利用这个, 整天又利用那个, 整天又口出恶言 就算被你收拾所有风水阵也好 都挡不了太多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做好自己 在昨日直播的时候, 河马他就口讲口陪就说 自己浪衫的时候就跌了件衫下街 其实去到洗衣服, 做了家务这些 真的摆到明上面有头家的了 那件衫跌了下街, 叫阿伯去收拾 阿伯就指称, 自己是拦住了马路上面的车 成功收拾到件衫的 因为如果那些衫被车滚过了的话 就算你说再洗也好, 都未必洗得到 因为真的印了很多污脏印下去的 不过都是那句, 其实河马你自己这么有空 那为什么你不自己去收拾了件衫呢? 你四十几岁人, 你叫个八十岁的阿伯去帮你收拾件衫 你好不好意思啊? 对不对? 你自己有手有脚的, 你又在做直播的 你去收拾件衫, 这里起码可以帮你熬到十几十分钟 对不对? 那整天就说自己怎样爱阿伯 你去下楼收拾件衫 还有, 老人家最忌忌爬上爬下 那他又不拒绝了, 迫着要阿伯去做这些 还有, 原来阿伯在昨天的直播 都间接透露了他有帮忙做家务 例如说拖地啊, 有时候买了些东西 他都要帮忙放入冰箱 如果是正常的夫妇, 当然没问题啦 不过都是那句啦 你经常去叫个八十岁的老人家去服侍自己 就是这样说, 究竟你自己瘦不瘦得起呢? 而且河马你自己, 你不是说你七十多岁 如果你说我都是七十多岁 那我叫个八十多岁的老公做事, 没问题啦 但是你自己这么年轻, 动到的就不动 那就难怪啦, 真的这么胖 好了, 接着就来到河马的金句时间 因为他现在搞疯狂直播 所以我都没可能一举一动全部说完 都是叫做抽着去说 那他就说, 你不让人顺拜老师? 就是这里说周文强啦 那其实呢, 顺拜就不要紧要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顺拜的人 有些人可能是明星, 有些人可能是一些政治人物 有些人可能是他公司的前辈 但是, 顺拜还是顺拜, 但是就不会说到 我顺拜他, 所以他是我靠山 我好顺拜刘德华的 所以刘德华就会帮我还钱 刘德华就是我老公 还有, 河马是被人踢爆了之后 才说是顺拜 原本就说, 我老师肯有关系的 我打过电话, 离租还院 你以为你打给陈浩南 然后几十架陈浩南移动办公室过来做事? 浪费了, 现在周文强都在说 哪个河马, 出来见我 方便出一封律师信给他 然后现在, 开始打开口牌 就说, 我很崇拜周老师 其实随时就是担心 人家真的出律师信 所以现在, 卖定口乖就说 不是, 周文强老师一看你面相 就知道你很慈悲为怀 我们以前也认识的 记不记得? 我知道你这个人心善 没有那么邪 不会出律师信给我的 随时就帮自己去打定底 实际上就是因为弄底 所以才开始用这些我崇拜 我爱慕我老师 我爱我老师 我不信我爱人会这样对我 令周文强可能觉得这个人麻烦 就叫做知难而退 好了, 接着继续 轮到河马应该要被女权组织谴责那部分 他就说, 老公给老婆钱, 天公地道 做女人当然要选择 条件好, 有经济基础的 是不是? 不说钱, 没钱怎么能够生活? 你不说钱, 你这么厉害 你出来上班给别人看 没钱你生活到吗? 我老公就说明 一定要拿回那450万 钱是我老公 为什么我就没份? 你就可以有份? 和你们这些黑粉魔鬼粉丝说话太累了 如果一个人没钱, 你会不会假? 真是 人家选择老公 有钱又爱自己 年纪大有什么所谓 为什么你们要对我有这么多偏见? 老公是一定要和他结婚的 看看谁能够熬到最后 然后他就说 没钱你怎么爱一个人? 你老顺都不关上 你老婆不贪你钱? 我就是爱我老公的钱 他说得很粗皮 然后他就说 就是要做一个贪钱的人 你爱我什么何? 你问吧 没有钱能不能够生存下去? 有种就是去告我 老公的钱就是我的 我的钱就是我的 真是 老公给钱老婆洗 天公地道 你不给钱你老婆的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 无论是中国 无论是其他国家 香港也好 主打的就是男女平等 但是何马摆明不是 他从来不会说 女人当自强 女人出来找工作 女人都可以 赚钱养男人 没有 他基本上是完全承认自己是一条寄生虫 他甚至乎 他没有直接去说 但是间接透露 女人在这个社会 只有权利 没有义务 还有就是 女性是无条件 是叫做天权神兽 让他去贪心别人的钱 他的钱就是他的钱 他老公的钱也是他的钱 老老实实 香港的什么 妇团 女权组织 行内无事 都没有见过 他们有什么正经事做过 其实这件事 就应该要正正经经 出一份声明 去谴责一下河马这些价值观 因为这些价值观 不单只教坏小孩 简直是教坏迷大人 你想想 如果每个女人都听河马这种价值观 以如目以 觉得女人不用读书 河马随时小学都没有 只找个男人嫁了他 分他身家就可以了 今年18岁毕业 DSE炒粉不重要 那你就找个90岁的阿伯爱他 贪他十年都不用离开世界了 自己28岁之前又自由 然后又可以狂结婚三次 在40岁之前就真正实现财富自由 好像河马这些完全是侮辱女权主义 完全是灭视了女性能够上班 女性能够在社会出一分力的可能性 甚至河马他本质上完全同意 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 女性只是男性的一件工具 其实河马这个人是极度侮辱女性的 因为贪小便宜不重要 如果你自己有付出 你有付出你就应该要有回报 但他不是 他就是觉得一结婚 男人出去做事 总之所有事都是男人做 女人是没有任何事需要做的 完完全全就是将女性在社会的地位 贬到一文不值 甚至乎还要说到 女人贪钱是正常的 女人就是天生要用来贪钱的 女人从来不应该赚钱 只是用来分钱而已 即是好心的什么评机会 麻烦出声 特别是你想想 东张西望都被这么多人投诉 现在其实是更多人关注着河马 那你想想 你有什么组织 平时拿这么多赞订是否需要呢 我不需要叫你找人去抓河马 不需要叫人派讯 派律师信譴责他 公开出份声明都要做 另外河马也说 我今时不同往日 我准备开24小时直播和黑粉对抗 如果不开24小时直播的话 那就是输给黑粉 黑粉不想我开 所以反而我就要开更多直播 接着也说明了 为什么现在时间长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将来直播带货 那就不要紧的 河马就继续曝光 因为反正很多人 整排人跟他找食 虽然他本人找不到 但是跟他找食的人都找不少 还有如果河马真的不出来的话 我们又少了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 还有大家想想 究竟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还有什么人是敢真的给货河马去卖的呢 其实我也很好奇 你没有理由后面的公司 你不懂周文强的 就算你说没有 我的生意和他没有交集也好 但是我也不信 就是说 有公司是愿意冒着得罪周文强的风险 又或者会代替河马硬食律师信的风险 去给货他卖 还有你能给货河马去卖 那又怎样呢 到其实肯定有很多黑粉给钱买的 买完之后就退货 买完之后就玩回你转头 买完之后 拿去化验厂那里化验就说 那些货是假的 那些货是吃死人的 那些货是怎样的 到其实你家公司就更麻烦 因为你真是真材实料 那些货没问题的公司 你烦不着要找这一个人直播带货 你找得河马这些人去直播带货 劍走偏锋 那你的货好极都有限 那很容易就被人购买 因为有时候 人们很团结 就是说 这个某某人卖广告 我们全部人统一不光顺 所以我也想看看 究竟河马他真的怎么可以直播带货 还有最好就说 明天吧 明天就直接拿些货出来卖 让我们看看你能够卖到什么 还有河马很喜欢车大炮 因为一个月之前我自己记起 他就说 有直播公司跟他联络 又说什么 就是他和阿伯会去拍些一分钟的短片 短片去了哪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他现在24小时开直播 就是基本上一睹大眼就开直播的时候 又不见就是说 有其他人跟他沟通合作 所以他说有什么直播带货 随时都是在抛云浪头 在那吓人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夸张 河马就说 有人就PM我 就说 愿意出30万 就希望河太陪他10天 不过他就说自己 我好清高的我就不做这些东西 大家要想一下 30万 各位观众 是30万人民币 在内地如果你学历不高 例如说 你高考之后 你大专大学都没读出来 可能做厂 做流水线的话 真的一个月只有3000 那如果你出到一些大城市做 那些waiter 服务员的话 可能好些 会有5000 不过大城市的物价 相对应都会高些 就算你说 我不计内地了 我计香港 是不是 物价高 人工都高 我当你月薪2万 你这里都要15个月 还要是港元 你要存多少钱 才会有30万人民币 还有就是说 是说你存 随时如果你说2万月薪 然后要存30万人民币的话 随时三四年都未必存得到 然后去用这一大块钱 去包一下河马 究竟值不值呢 我想 有时候大家去看那些 娱乐圈的秘谈 访谈 那些所谓 传说中的价目表 都没有那么夸张 还有 那么轻易能够 拿到30万出来的人 他的品味 是不是真的那么古怪 我会觉得 能够那么轻易 拿到30万出来的人 他能够赚到那么多钱 就算可能 他有某些品味不同 也好 但是都应该没有那么笨 虽然 平时在娱乐圈 会有些欣星 或者叫做四五线的女星 又或者是一些现在网上的女网红 可能偶尔会炒作新闻 例如说 会有一些饭局新闻 然后就是说给一些狗仔队听 就说 其实自己有价有价 但是人家通常炒得出这些东西 要摸别人年轻 要摸别人有实力 有身体上的本钱 但是何马他除了一大堆黑历史 心灵恶毒之外 老实说 我完全看不到他有什么优势 就算你说 可能有些人 他有戀母情易结 但是 一个连汤都没煲好的人 我就看不到究竟他提供到什么价值 对不对 还有就是说 为什么何马会觉得自己值这个价 老实说 你不要说三十万 你扣一个零 甚至扣两个零 也好 我觉得都应该不会 我不明白 在现在他还要去说这些谎 有什么意思 摆到明价就是不尋常 是不是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其实有些人 可能从暗地里知道 何马就收了不少钱 所以出一个不尋常的价钱 就哄他 然后乘机脱掉了他 就逼他把钱交出来 这些不出奇 因为何马 他一方面霸着政府资源 假装很穷 但实际上是穿金带银 所以你不排除他在家 真的随时可能有几件 人民币金钱专放在家 不让人查到 也不出奇 有些人穷是账面上的穷 但实际上没那么穷的话 有机会已经被内地的不法分子钉上 不过我想 何马都应该知己知彼 知道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最重要 知道自己根本不值这个价 所以肯定是骗案 顺便推舟 就说 因为我清高 所以我不接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 知道自己不值这个价 所以知道是骗案 所以不接 只要跟他本人是否清高 就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我这样 如果你说有人 给10万元 我 这儿给10万你 帮我拍一条 30分钟的影片 全条影片 就不断在这里赞我 那我也觉得 这个肯定是骗案 因为我知道 这些肯定是不值10万 这个价 接着就说一下 河马 他说自己是菩萨化身 现在河马醒了 因为他找靠山 懂得找一些 真的反驳不到他的人 就像他找周文强做靠山 现在人家就出声明 接着他下面的人 又说找律师 开始想找他回头 最开初 河马就说 找找李家超 找邓炳强 找房处的高官 找职员 做自己背景 但是 没人理他 政府也继续点名 要去查他 结果 河马就发现 这个世界的人 没人可靠 个个都会踢爆他的大话 所以 他唯有要依靠神佛 因为 毕竟神佛 就没可能 降世于世人 和大家说 拍一条YouTube 说 我不同意河马 他绝对不是我化身 你没得这样 所以 他就特意拘捕这些东西 出来说 因为他可以用宗教 成为一个党战牌 OK OK 你攻击我 即是等于你不尊重佛教 OK 你攻击我即是等于你不尊重菩萨 这样 好了 不说这些抽水的说话 大家留意下 越是品德 越是低賤的人 就越是喜欢公开 即是什么叫做公开呢 不是说我站在那儿 跟十几个人说 是说我站在那儿 我对着镜头 我知道有几万人看这条片的时候 我都会去跟大家说 我是观音化身 我是菩萨化身 大家留意下 通常真的品德最低賤的人 就最喜欢拍片公开 说自己是代表什么宗教 一时有神 一时有法 一时有金刚 一时有魔鬼 一时又不知怎样 这些人其实很恐怖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即是我说公开拍片来说 稍为品德正常些的人 是不需要去依靠神佛 去告诉你我是一个好人 究竟我们的品德是怎样 我们是不是好人那些 很简单 都拍了三年片 你随便抽十几条去看 不同主题看看 透过不同的说话 标题那些 你都分到究竟 这个是不是好人 还是这个是坏人 这些你一定分得到 我们不需要就是说 我有什么宗教的 所以我是一个好人 宗教本身是好的 不过真的有太多坏人 拿这东西去包装自己 明明就是说自己是一个坏人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要成为一个好人 代价很大 例如说 深水埗明哥 为什么会全香港人都大致上 知道他是谁 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因为人家背后真的付出 那他又不想吃虚 那怎么办 就是用宗教去包装自己 用一句最轻薄的代价 就是说一句 其实我是信佛的 然后就可以突然之间 骗一些蠢人 就觉得我佛向善 他也很善良 这样做就能够用最少的代价 去包装自己是一个好人 然后从二就是说 再去直播带货 例如就是说 你给了钱我帮你祈福 到时一定会有人落答 大家留意一下 逢亲公开强调自己有什么信仰的人 他们后面都说明就是说 直播带货 又或者你给钱我帮你找多些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真是好人那帮人 不需要跟你扯什么宗教 好像说到自己黄袍家身 还有大家留意一下 现在就叫做网络科技发达 其实在以前 网上科技没那么发达的时候 那些就是说自己 耶稣转世 又说什么独身子 又说什么观音菩萨化身 那些通常都是邪教组织的领头人 然后女儿就会去哄自己 就说 现在要给你一些不知什么 然后男信徒又会叫人给钱自己 做自己保镖 去帮自己执行一些打手的任务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河马好恐怖 他现在是开始不断想把自己 塑造成为一个 完美无瑕 为爱而战的妇女 然后他直播不成功 带货不成功 财商学院不成功 然后他随时就会变成 教终去感化世人 然后日日的影片 就跟大家说的 什么观音经 佛计 佛禅 到其时 不卖衣服 不卖煲汤材料 去给你卖佛珠 卖颈链 然后再跟你说 有个观音菩萨投资基金 总会有人中招 因为这个世界很有趣 不是一个人 真的完全很干净才可以拍片 相反就是说大家数一下 其实个个拍片的人 好像个个人都有些黑历史 个个都好像有坏东西 当然我不承认我那些是坏东西 只不过是说 我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 拿些文件出来 去踢爆我后面那些黑势力 但撇除我之外 其实大家都留意到 很多人都是说 背后总会有些黑历史 总会有人说 不介意你的黑历史 只要你说佛的 我就觉得你是好人 你叫我给钱 一万十万 这样交给你 信得过你 因为大家同一信仰 很多骗徒 甚至乎在一年前左右 那些什么微信女 Facebook很多假广告 之前也有跟大家说过 那些什么投资专家 又会说 为什么我们老师 会常常告诉大家 这个股票号会升 因为我们师傅信佛 他觉得一个人赚钱就不行 要帮所有人一起赚钱 然后再希望大家 将十分一的盈利 就能够捐出去 然后就用这些借口去进行包装 然后那些人 拿了自己的身家 强积金 全部放进去 原来是微信女 原来是投资骗局 甚至乎有些再凶狠一点就是说 我们大师有一个自己的股票行 大家另外下载一个新APP 过数给我 我就帮你转些钱进去 那就行了 总之 开始尖野到神佛 那些都是代表 他这些骗局 开始做强做大的 就是一个表证 还有就是说 一个人 你不是说真的没有料到那么夸张的话 你搞骗局也好 都不会去用神佛去说 坊间都有很多鸡棚 但是有些搭鸡棚的人 他们本身可能真的有些股票的常识 或者知道些字眼是怎样的 他们都会懂得在这方面入手 是真的说 一无是处的人 才会用神佛包装自己 然后再出骗局 所以大家留意到 往往牵涉到宗教的骗局的人 下手是最狼死的 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们是没有赖以为生 所以为什么呢 骗起人上来的时候更加狼死 骗起人上来的时候更加没有良心 总之 我能够提醒大家的提 我都提完了 大家就小心点看路 不过正如我昨天所说 我发现现在的观众 比起三年前的观众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 已经继续看了我三年 或者你会是那个少数来的 但是真的觉得三年前的观众 聪力的人很少 但是现在普遍 我想起码有七成的观众 头脑都是清醒的 就是可以分到一个人的好坏 那就没那么容易 就是说羊群效应 其实我是因为的 因为反正我又不是坏人 还有就是说 要跟其他行家 可能不同的优势比拼来说 我当然也会有担心 但是我又不需要眼红妒忌的别人 因为始终我有打稿 别人没有 我这个优势 短暂上来说 应该没有人能够取代得到的 好了 今集就到这里 那我就出去玩了 下游戏 拜拜